109年疫情的时候 地段护士也通知我 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乳癌筛检 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保健志工严女士 分享定期做乳癌筛检 才得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几天后医院通知我 有癌细胞是初期的 那我就赶快的积极的治疗跟处置 现在都一切安好 根据卫福部 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全国癌症发生率前三名为 乳癌、大肠癌、肺癌 第六名为子宫颈癌 第七名为口腔癌 医学证明这五项癌症 借由检疫筛检方式 就可以达到显著的癌症防治效果 并且降低死亡率 做筛检可以降低死亡率 怎么说呢 如果说以乳癌而言 我们做乳防射 也可以降低41%的死亡率 以大肠癌而言 我们降低35%的死亡率 再来呢 以肺癌而言 重度吸烟者 做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 我们可以降低20%的死亡率 再来呢 子宫颈癌呢 是推展的相当具有成效 子宫颈癌 定期的做筛检 可以降低70%的死亡率 还有呢 在我们吸烟脚天脑的族群 如果我们定期做口腔癌筛检 我们可以降低26%的死亡率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呢 那同时呢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所有的癌症 一旦发现有症状 就要进入就医流程了 那平常的保养跟维护 包括运动 饮食 健康 睡眠等等 要记得做好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推出五癌筛检 全民心攻略 五大好礼 健康拢猴力 年度防癌活动 鼓励民众 踊跃筛检 那我们这个五项癌症的一个 筛检的一个资格跟内容 包括45到69岁 或者是40到44岁 二等血清内 他有那个乳癌的一个妇女 每两年一次的乳房摄影检查 还有50到74岁的民众 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粪便前血检查 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 至少每三年要做一次的 一个子宫颈抹片检查 还有就是30岁以上 有嚼槟榔或吸烟的民众 每两年要做一次口腔粘膜的检查 另外45到74岁的女性 或者是50到74岁的男性 有肺癌家族史 或者是50到74岁的民众 有重度吸烟室 要每两年做一次肺癌低剂量的 电脑断层摄影检查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大家 具有筛检之隔着 那不要就是要把握机会 来定期筛检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的时间点就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 只要是涉及台北市的市民 参加我们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公告的这个活动的社区筛检场次 那就可以获得五项好礼 包括大肠直肠癌手筛以及乳房 还有脂肛检抹骗手筛六年未抹 可以获得台北通的百元加紫禮以外 另外依照筛检项目 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平安名 还有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父女朋友 你是乳癌的手筛以及脂肛检抹骗手筛 或者是两年未抹的这个民众 那可以获得我们百元加菜金的兑换券 那还会有机会刮中我们限量的血针的婚纱摄影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在每一场做乳房摄影的时候 医疗院所这边会提供 病期筛检是癌症防治重要秘诀 原旅方主任呼吁民众 善用五项免费癌症筛检 守护自己及家人健康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